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保理协阴能源跌3.2元 主要蓝筹回控升3.5元 中移动升2.1元 港交所升10.5元 上对570元以上 煤气升凉先 本欄历来第二大新股超救王 诺辉健康收入挂牌 从事癌症西查测试的乐辉 开市经较26.66元的招股价高出超过1倍8 报是76元 每手帐面赚超过2万4千元 早段更加曾经升到79元以上 较招股价高近2倍 股份的公开发售 接获过百万人认购 超额认购超过4千100倍 认购4千手才能够稳获一手 内地股市在农历新年长假期之后 首个交易日普遍做好 上证指数高开1.8% 升到3700点水平 再创超过5年的高位 不过期后升幅收窄 护心300指数创历史新高 连同深淨成份指数 高开大约2%之后 升幅也收窄 仓序版指数先升后跌 看看内地股市最新表现 上证综合指数现时最新升44点 深淨成份指数跌94点 深圳创业版指数跌幅扩大到2% 跌80点 护心300指数继续升15点 人民币中间价回落 内地官方在牛年首个交易日 开出的人民币中间价 报在6.4536-1美元 较选年最后一个交易日 低了145点指 现况人民币组断走势反复 在岸价在6.45水平陪回 离岸价就在6.43水平上落 另外人民银行说 農曆新年后 因应逐步回笼 为了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今天展开2,000亿元人民币 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 和200亿元人民币逆回购操作 扣除到期的2,800亿元人民币逆回购 正回笼资金有2,600亿元人民币 财经消息到此 多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例如23.65 升至接近6个月高位 暂时23元以下 都尽量超过1.5元 做22.85元 升至大约超过3元 今天股价上升 综合市场利好消息 包括网龙方面 获得麦格里恢复投资评级 给跑赢大市的级别 目标价46元 近日马来西亚有州份 启动使用网龙智慧教育解决方案 头一阶段有24间中学参与 将会用在全州中小学推广应用 网龙智慧教育解决方案 算是一套原备数字化教学解决方案 另外网龙在过年的期间 推出了一些新版本的游戏 涉及到中华英雄オンライン的英雄无敌 即刻找到嘉宾出来谈 继续有谭思浪 阿龙在此 阿龙你好 阿龙你好 因为这些消息 不要紧 有些近日已经一早传出了 但今早上升了很厉害 升了成几 因为之前市场都忽略了这些因素的利好 去到现在借住那小只A固有福市 又再查一层 又不会这么说的 其实你网龙在假期前 其实都是一些类似运样 在破顶的股份 不是破顶 sorry 突破关键阻力位 譬如20元这些心理关系 是一直在等着突破的 你今天就借着这些消息 顺势上来 其实你说大行报告 看46元 你说会不会很过分 你看现在网龙说的PE市盈率 就是10多倍左右 假设像他说的预期 那些智慧教室 就是教育材料等等的业务 它开始修成了 不用说要爆发性增长 有个稳定的盈利能力在 又加上他这样说 推出新的手游 又是同样地方 不需要这只手游 超受欢迎的 但是有个稳定盈利能力 令到整间公司 不会出现这些盈利倒退状况的话 你现在市场上面闭上眼 你都不会找到一些 手游股十多倍PE左右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上看 大行看46元 是不是很过分又不是 他们用一些很传统正正常常的方法去看 但是我们如果做散户 做参与这些过程上面 我比较建议就不要参考这些目标 看整个市场气氛而已 网龙的确今天是炒气了上来 但是问题就是说 我对这间股份戒心其实很重的 问题就是教育材料的业务 其实说了两三年 是不是真的能修成 当然这个业务有发展空间 你不要说没得做 但是就是说 代不代表它是成功 代不代表修成 其实没有任何业绩前 大家都是斗鼓的 所以说教育方面的业务 向来都半信半疑 但是这个不是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现在市况好 很多公司就这样推出一只新的手游上面 有些出名的什么中华英雄 大家经常都听 那你就会憧憬 有得炒气上来 那个问题就是说 你如果本身在这些消息出之前 是偷捕市 你有信心会破20元阻力位 那现在当然没问题放风筝 但是问题是 如果你现在去追的话 你有这么近业绩期 一旦突然间 迎起迎景那些 一旦有些大家开始见真章了 那会有个风险在那 所以我觉得对网龙 因为我自己的戒心本身很强 那我就未必会建议大家去买的 但是你又如果看股价走势上面 因为它又真的升穿了 20元这些载力位 看图上面是突破 你试回24、25 甚至试回这个区间 24至26元这个位置 真的有机会 所以其实你如果真的要去参与的话 我们给个建议就是说 最多少住 因为你真的没什么信心 你有信心就之前进入了 那如果你纯粹看现在的图突破上面 你就不要再跌穿 昨天它整支羊竹一定要协待 要有支羊竹的 今天就算有得升 但是升少了 去到羊竹底部开市价 21.5元 整支羊竹没了 你怎么也要投降 但是你要留意现在23元买 你以21.5元做止蟀 直播率也不会真的超级吸引 但是你又不是输多过一成左右 我觉得可以的 所以你看心态 如果你看投票派断炒的话 这些位置是可以追的 但是如果你从基本面上 我就觉得不会太过确实 所以综合结论就是 如果你要买的 少住 还有看24至26元左右 那些位置 少住博得过 不过怕就怕在 业绩公布之前 会有些风吹草动 令股价会不会回调回来 刚才说到教育业务方面 口头补充 看到行业务业预计 因为网龙应该可以成功靠着 游戏那边的收入 去贡献 抵抗教育那边 可以有些起息 预计由去年收入的增长 6% 应该去到今明年 可以增长1.8至1.9 教育那边我们稍后再拆 看回手游方面 因为之前报道说到 网龙在新年假之前宣布了 最新版本的中华英雄 希望在假期期间 可以吸引之前本身 持续一些玩家 可以回籠 另外今年上半年 他都会陆续针对 原本的手游和线上的 在新版本的中华英雄 会有些大型的动作改版 下半年推出些什么 预计有沉巡机M 天使传奇M 等两款IP游戏 将会是今年的重点 先说中华英雄 因为今年就地过年 你觉得会不会 数字有些惊喜 整个手游的泡线 其实没有太大期望 但我之前说 基本面我不敢看到太乐观 主要集中在教育业务 我真的不知道业务上 是否很稳定地赚到 从以往业绩上判断不到 但是在游戏方面 相对地比较好一点 因为网龙有差不多的股灵 都知道这间公司 有很多年历史 在游戏上 不是很失色等等 当然不是什么主打 街资项文的游戏 但是有一班忠诚的客户 而内地手游这个行业 这十年都是这样 过程就发展由PC 转到手游上 你现在说出一些大型IP游戏上 有机会吸引到那一班 上位后 你说未来 行不行我不知道 但是衷景炒到股价上 就有机会 甚至如果真的我看得太淡 真的股价可以的情况下 这些东西真是行的时候 我之前说24至26元 这些位置破了 再上30元 之前说大行的目标价 不是说完全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觉得这类型股份 基本面理由不是特别有信心 纯粹就是这些消息出力 你最多就少住去跟 我觉得你以今日21.5 这些位置做指示位 你这一天追 好过它再升到上26元 那些时候问我追不追 我越追越来越没有信心 所以如果你看这些消息上面 行不行 我不敢肯定 这些IP 虽然说很出名 但是其实你想想 十间西伙公司 有九间都是用这些IP来租 不会是一些超大特色 但是这些消息 会不会形成一个炒作 那就有机会了 所以我觉得你 如果对网龙来说 始终你真的破了20元 这些阻力位 是漂亮的 之前你当上次 几个礼拜前 那些破20元是假突破 但问题是你上次又假突破 今次 如果穿了21.5元 你都说走 你又不用怕要穿20元 那些位置 所以你现在选择去追 可能相对你的直播率是OK的 当然刚才说到的其中的因素 要刻实就是业绩 业绩 业绩前后应该怎么部署 我们参考上次的盘数 去年上半年收入升了超过半成 顺利跌两成 游戏收入占了五成八 至于我们刚才斟酌很久的教育 收入其实都占了四成 有没有怎么参考 去到哪些位置 如果我们要看业绩 主要看教育业务的亏损 有没有机会慢慢收窄 这是其中一件事 不期望赚大钱 之前说整间公司的亏损 可以收窄 做到收支平衡 拍手掌 但是在游戏方面 始终因为上年 因为始终受到疫情 没有理由会出现倒退 如果你出现倒退 你上半年都没有倒退 下半年突然倒退 所以其实网络物业 会没有担心 不是的 你最担心的状况就是 整个市场真的不行 但我觉得就未至于 所以在网络上我给个建议 今天阳烛底部 21.5元做止蟋位 不穿的话 你博它上24至26元 这些位置 说了很多次 21.5元 总之持续这些止蟋位 暂时迅迅 去到压近1.8元 手在23.4元 谢谢阿露和我们分析 消息一会 大家来到会市焦点先看市场的重点消息 内地农历伸延假期之后 障碍人民币高开之后偏远 人民银行一放完价就收水 通过逆回购 收回超过2千亿元人民币的资金 油价年升最少第四天 亚洲市再升超过百分之一 伦敦旗游升到65美元水平 主要由于美国大风雪 拖累石油产量 据报报跌近四成 幅度是历来最严重 内地春节长假期之后 第一个交易日 中间价格下调145点指 只报了三年升 不过就稍为高过路透的测船 再按价最新做6.4509水平 跟进了离岸人民币 留意长假期间美金反弹 离岸价都要去6.44水平 最新离岸价做6.4389 市场就很关注春节假期之后 市场的资金面情况 人行就公布春节假期之后 现金都逐步回笼 今天开展2千亿人民币 中期借贷便利即是MLF 和200亿的逆回购 MLF操作只是完全对冲 今个月的到期两只 今天全口径 正回笼也有到2千6百亿 路透统计 今天星期三的工作天 一共有3千8百亿 亦会够到期 单单今天就要到期2千8百亿 我们今天交给我乐天正选陈欣 和我们分析一下回市情况 Chase 4好 Hello 正盈 你好 银行假期回来 立即就收水 今个星期还有钱要到期 市场是否又要面对资金 比较紧缺的情况 看到星期一回来 立即有资金回笼 当然市场之前都有预期 或者有忧略 会不会资金 即是农历年一回来 就立即回笼 原来是真的有的 另外其实都不排除 之后陆续都有资金回笼 不过我们都要明白到 其实央行的很多政策 都是看 可能是看 吃饭 要看看现在经济的环境 疫情的情况 去做出货币政策的决定 尤其是央行已经很多次都强调 其实现在来说 都是要适当和灵活的货币政策 而刺激经济 或者是帮助经济 而央行的央行也说过 其实都是希望继续维持着 现在的货币政策 去支持经济的发展 所以相信 虽然现在这段时间 都有机会资金在中短线回笼 但之后都不排除 会再有资金放出来 所以可能是短线来说 如果中长线 如果市场环境都继续需要刺激 可能都会继续放水 好 留意着 今个星期资金面变化 美金现在正在行一个反弹格局 和市场炒通胀升温 人民币 现在6.4的水平 是否获利离场的时候 还是我们维持原判 看人仔今年有机会上6.2 6.3 你觉得应该如何部署? 其实人民币依然是表现 相信会比较强势 尤其是一直在说 中国经济在稳步复苏 至少真的好 比其他经济体 另外就是它的债息 十年期始终保持高位 其实基本上 你要一看 人民币对比和疫情之前 是差不多的 另外 看到它和很多国家 都签了一些贸易协议 包括中欧 包括之前的RCEP等等 这些都会令到人民币 中长期都可以保持住 一个比较强势 但是当然这个强势 首先我们要看到底去到多少 始终要明白到 现在环球 那么多国家的生产链 可能都停了 比较要依赖中国的出口 所以中国现在来说 虽然人民币比较强势 但是对于出口来说 都还可以忍受到 但是一旦其他国家 都是恢复回生产的话 对中国的出口 可能就没有那么依赖的情况 人民币就可能 就不可以说 继续不断升值 所以相信人民币 现在来说 都可以继续强势 但是可能去到6.3 之前 就已经就差不多了 所以说 如果是真的 觉得人民币可以升值多少 都有机会继续升值 不过空间就是要留意 相信6.3 或者不排除之后 会回到6.5 甚至6.6 这些位置 有个波幅整固 好 留意着暂时利安家 正在做6.44 跟进一下油价 美国的暴风雪 持续严重影响 当地的链油和链油 彭博都引述消息 美国的石油产量 跌近四成 幅度历内最严重 油价继续做好 链油 亚洲市突破65美金 链油升穿62美金 建一年高位 最新做61.84 都涨1.1% 路透亦报道 沙特能源部长说 现时已成功应对新冠疫情 言之过早 产油国对市场保持一个极之审神的态度 之前有报道说 因为现在油价反弹 沙特下个月初开会的时候 就会考虑进一步减低减产规模 变相加一点产量 但是沙特就说市场不应该揣测 因为仍然存在非常强烈的不明朗因素 澳洲就公布就业数据 澳子企运一度上回77.7尾 最新在做77.53尾 澳洲公布一份就业数据 虽然整体就业表现不如预期 当中就业人口和就业参与率 都稍为差过预期 但是留意失业率跌至6.4% 另外全职就业的人增加5.9万 增长强劲 提振了澳元表现 新西兰园上的低见71.8尾 最新表现价位乘幅 最新在做71.87 没太大变化 问一下Trace的油价 有些分析就说 技术上的油价只要站稳60元美金 加上需求开始复苏 应该这个支持委稳固 你怎样看还有没有升 的确现在油价来说 就是承接这个反弹的趋势 60元看来都算是站得挺稳 就是美油 另外当然市场上 其实一直伴随着市场上的憧憬 油价就一直 就是憧憬经济复苏 油价就一直向上升 当然近期更加 你看到就是美国那边 因为天气问题 就停工停产 而且就是因为天气那么冷 对于油的需求更加大了 所以这方面都会令到油价很好的支持 看到原油库存那边 也都看到这个数字 对油价来说 是有一个很好的支持的条件 再加上你见到OPEC那边 都说了这么多 其实都是想说 不会太大意愿这么快 去增加产量 所以整体来说油价的利好因素 真的很多 所以都不排除油价 有机会 站在找60元之后 再会试一些高位 其实暂时看 之后的阻力 看回66 但再上 66再上 到底有多少 相信就不容易 因为始终 都是真的 疫情 现在暂时不是说 全部都这么稳定 可能还有一些不确定性 始终有些变种的毒株在 疫苗到底整个接种的情况 这些都是要立为考虑 所以 虽然有一定上升空间 但大家先看着66这个阻力 好 留意高追的风险 说一说 澳指方面 美金反弹之下 澳指和新生人员拍摄 澳指算不算表现体高一线 现在还有就业数据支持 怎么看后市前景 澳指本身之前 大家还记得 没多久之前 他的澳联署 刚刚释出了一些 宽松的政策措施 就是扣债规模 继续保持 4月中 还会继续保持 放水等等 这些都会令到大家觉得 这么架派的一个措施 会不会令到澳元跌呢 见到澳元 这件事 再加上美债息都这么高的情况下 美元都比较强 澳元都打不塌 其实整体走势 澳元有机会真的继续上 如果 再加上 其实刚才都说的 这些经济数据不差 而且企业的信心 消费者信心指数 其实这些都是不错的情况之下 有机会澳元 如果是76美才能顶得住 它会再试下上78甚至再高 非美看好澳洲子 跟着美金情况 美金连升两天 是两个星期以来首次 美会上过去91流上 两个星期高 但顾客 最新是几十点九三 近时美债息明显升 多大 和中国印尼 这些债息也凑低 但是十年其和三十 年其债息 是一年高位后 增加些 十年其债息落马内 三流下 最新是 aspiring 一厘275,30年期站稳2厘 做2厘041,2年期做0.106厘 留意消息面方面 美债息升,没有息收的黄金 连续5日收额 现货金穿过1770美元 是两个半月低位 不过债息又回一回 金价没有跌得那么厉害 最新做1784美元1盎司 美金升与数据有关 零售销售连跌三个月之后回升 一月升5.3% 这个表现在七个月以来最好 远远比市场预期的强劲 虽然数据好,通胀预期升温 不过联储局不急于退出超宽松 上个月议息会议记录显示 官员认为要分开一次性通胀升温 留意消息面方面 还是通胀整体趋势会向上 他强调距离放慢 购买资产步伐还有一段长时间 波士顿联储银行红长罗森格伦 就认为就业没有明显改善 通胀都很难 春年年底之前升到他们的目标 问一下Trace 美汇上91之后很快又下回 西太平洋银行现在就建议 去回91应该反手做回淡 即是不看好美金有得升 穿这个大阻力 你同不同意短线真是建了顶线? 其实短线来说 见到美元升得这么好 我其实有一点保留 但这么快可以见顶 有机会再升多一点 不过空间问题 尤其是见到现在美债息 虽然会跌了一点点 但整体来说真的比较吸引 对于之前来说 有些资金真的拍了 另外它的经济数据 都代表了 利好的经济数据都代表了 似乎市场认为 美国经济是有机会 因为这件事会继续复苏得好 但当然隐忧都大 至少见到去年它的零售数据 虽然最近零售数据的数据很好 但去年其实它跌了10%以上 而且零售商有8000多家关币 这些数据到底是不是这么快 因为经济可以这么快去回復 还有刺激的方案 这些都会令到美元长线来说 有机会真是回跌 但是很可能现在暂时 到底是不是真的去到顶 就未知着 大家要留意一下 但整体来说是会跌 91应该都未必会受得住 好 都是维持一个看大美元的看法 看着91的位置 谢谢Trace和我们分析 回事焦点到这里 多谢收看 接着节目时间 欢迎Ken 龙志明 Hello Ken 早上各位 今天来说跌至400多 现在最新的市况 因为越跌越急 跟着A股先升后回的格局 早上明明都能破位 升到98点 之前年升7天后 上去31183 期后越跌越多 现在跌446点 刚才最多跌过467点 跌至300687点 拖着的市场都是金融股 个别的新经济股 包括美团 还有之前都升得比较厉害 就是药民生物那类 Ken 现在都叫做一口气才7天 回拖是否正常 主要是否都受A股认行 其实一口气我们数就数7天 但在低位28,200走上来 一硬硬了就差不多10天 说的是3000点 那你借势做回吐 第一样东西借势做回吐 第二 31500至600点 其实大家如果头脑清晰一点 就会发现 在2018年的反弹浪里面 是围住了29600 至到31600、2000点 挖了多久 几个月 即是说你贴近这些阻力区的时候 会出现一些比较大的沽压 还有大家都觉得一定要开个开门红 大家才会有个叫什么意思 但是不要忘记开门红之前 我们在农历新年国内没有市 农历新年前 农历新年后 我们都已经走上来一个比较大的升幅了 现在借势做获利回吐 我想对大家投资者也好 我觉得是比较健康一点 因为如果你再急升上去 大家手上可能又没有货 只有个体质 然后急跌下来才再追 反而不是太理想 我反而觉得做一些调整 等股份 有多一些吸纳的机会给大家更好 我觉得 暂时31500至600点 应该是形成短期的阻力在这里 好啊 你都挖住了 最坏打算可能29000 不过逐步试 关口位今天跌到百分之一 当然大家都关心新股的表现 始终历来第二大的超购王 就是这只六辉健康 最高位都碰到80元 现在仍是相当强 比招价高成是一倍八 现在最新是76.5元 低位70元都有支持 所以就上回来 Ken 是不是这只又如何捉路好呢 它小小粒就易炒起 大家又说货疏 现在那个形势 你看是否用低位做指标 参考如果没有货的话可以买 有货又怎样做呢 小小粒做指标 罗威这句是可圈可点的 比起上市价已经有这样的倍数升幅 你这个位置再追进去 我觉得有少少分别 第一当然概念上独特 结脊抢癌的筛选工具 也不是入侵体内的一些比较安全的一些测试方法 这个是可取 但是手头上现在两个产品 仍然是属于B仔类的话 这个大家要留意 第二样东西 它不像其他早前的一些股份 很快纳入指数里面 你纳入指数里面当然引到一些基金 或者一些大的投资者去追货 但是当然没有这个特性的时候 我觉得就有点量体了 升到这个倍数 有货的投资者 我觉得今天贴着80元边 如果多给你一口 因为昨天的暗盘价 曾经有一间做到90元边 我觉得80元松一点 你做一个短线的操作 我觉得其实水位已经足够了 可以考虑食股 但是没有货投资者急不急于去买呢 我觉得你现在暂时看水位 现在都是说76了 你看水位看多少呢 你看再升一个倍 比较难一些 我觉得一两成其实已经比较多一些了 如果一两成在市场里面 你会找股份的 多多的的事 如果我真是 我真是很喜欢忠诚的独特概念 那简单一点 今天的低位 那个69.9 即70元边的位置 就是你的重点的止蝕位 如果跌穿的就来长 上面目标价逐步推翻上去 刚才正如所说 80元跟着第二个90元 那你就再衡量到自己本身的直拨率 来做个衣归 我觉得这样的部署会比较好一些 是的 交投股数最活跃的一刻 都是开始无奈的时候 现在累积的交投金额到35亿多 用这样去做指标 始终倍升了的股份 大家小心一点 今天跌成四百多点之下 有一个特色就是说 那些落后股又追回上来 是 特别是中资电讯股 现在暖通 中移动两大升幅是蓝筹 53至4%升幅 中电讯升幅1% 早两天已经开始 满快轮动 追回他们 但是大家 看到中移动上来 大家都有点心理准备 害怕它难登龙 现在来说 还可不可以升多一层呢 我觉得第一件事 在北水轮动的情况之下 大家都意识到一件事 北水是比较忠诚 他们自己比较倾向熟悉的部分 大的品牌 是的 和大的品牌 但是如果你是用这个论点去计算的话 北水不只是今时今日才下来 如果是用这个做指标的话 中移动股价一直都差得比较小一点 就是用这个逻辑来做套路 和之前它都是涉及投资禁令 上方的东西 投资禁令 我觉得如果你是北水 你是否完全很担心 我觉得北水是不担心的 因为你外国 那时反而趁低买 是的 你外国的投资社囚或者禁令 反而是北水做一个撑场 但是 我觉得买股份 当然是其中一件事 要留意着资金 资金是一个最大的关键点 第二个关键点 都要看股份的基本因素面 企业盈利 这些才是最枉度的情况 所以如果你用一个 和新经济股做一个比较的 新经济股的憧憬性大 升的幅度可以以倍数来升 但是你中移动 你要用一个倍数来升 就真的比较难一点 我想现金流强劲 純粹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派息的比率情况 你用这两个指标 第三就是可能跌得过残 大家有一个叫 憧憬的北水 会继续买回他们喜欢的 或者他们熟悉的一些大品牌 我觉得你拿着这三点 逐级逐级推上去 如果你以它一层一层 下货压下来的时候 中移动 逐级第一个目标区域 推上去 如果你这个水位看上去的话 就是说五十八元至六十元附近 这个水平有十多个百分比 我觉得你去不去做投资的话 我觉得见仁见智 因为对一些投资者来说 如果比较保守一点的话 就会觉得这个位置 相对地再跌下去的空间 不会太多 但是你看上去的空间 我想是十五至十个百分比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合理一点 也不要跟其他新经济股 或者一些领头羊快马来比较 这两个我觉得没得比较 因为一些是比较招揚的行业 一些是处于一个防守性 或者是一个比较稳定的行业 两个不同的指标 所以大家投资者就可以对好入座 好啊 即是说都要看看你自己是什么状态 是的 看看你自己投资的风格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指标 好啊 今天升到3%的中移动 好 也看了A股 或者都叫做开门红岛 可惜之后竟不计 先升后悔 户心三百一创新股之后 又要掉头向下 特别创业板指数 这些小只跌幅都超过3% 为什么呢 下地的板化里面 都有一些大只股 内地投资者比较紧张 就是白酒股 贵州茅台这些大只的 都跌幅4% 穿了2500元人民币 还有些小只跟跌 饮食支持人热炒 也是要回落的状态 个别医药股也是回跌 上升的板块也数到 劝商、保险、芯片资源股 上证指数也叫做稍为破位 年纪高位 3731 之后升幅收窄 其他主要是深淨成分指数 创业板指数跌至3% 互相三分指数也要破位 之后跌至近1% 短期始终A股走 但累积升幅 不算太惊人 你又觉得来到这一刻 又有一枝阴烛 是否都酝酿着大一点的调整 我觉得未必一定是 以单日的阴烛来做标准 我们很多时断定市 是以过去这段升幅 和未来这几天的走势 是否阴烛发生一个很大的因素性 我自己觉得 如果你纯粹以上证为标准 突破了3450 在去年的年底附近 已经硬了上来 走着一个上升的情况 现在你见到每一次突破了 比起之前是百多点松跌 就会做一个整固 你现在见到一级一级 又上去三七楼上 你出一支阴烛做回整固 我觉得都合情合理 但最主要就是防守点 3600那个位置 如果一路都守得住 不跌下去的话 我相信是问题不大 仍然会在一个 突破完之后的一个上方 做一个徘徊整固的格局 你又觉得调整也是合理 之前都升了一段 今天上市数半天 都有3400多亿的成交 看看两地的资金流向 北水又如何情况 看到上海那边有剩资金 流入A股那里 520亿余剩下484亿人民币 上海流入港股那边 用一个静静底 用了若母18亿左右 剩下402亿人民币 看深圳那边的情况 看到南下资金相对活跃很多 看见深圳那边港股用额 大约有79亿过外 原额剩下340亿人民币 深股通方面 流入金额也有28亿多 剩下491亿多人民币 当中A股互动里面 也要特别提一下 保险类别的A股 今天在内地有得大升 昨年他们的保费收入增长到6% 今天泰保、中国、平安 在内地都升到3-5% 不等 不过我们香港这边 早两天先炒上 今天来说 个别有表现 有些还要跌 之前比较强的泰保太平 今天回吐幅度多些 2-4%不等 Kent 现在判断 究竟回落是买入的时机 还是要多些小心一点呢 我想第一件事先 国内的投资者 和香港这边的投资者的看法 有几大的出入 在同类的股份身上 或者同一只股份身上 在香港这边的内险股 其实那个表现相对地 如果你比起其他板块来说 比内人来说 已经不算是很帅 我觉得资金上是会选择的 选择一些强势板块 现在暂时见到 好像上证A股 在今天来说 不算是特别飙青 曾经先升 现在升幅 有些很放缓的情况 你本身在香港这边的内险股 H股这边 其实很棒的情况 就不是很棒 你见到平保早前 都相信借回自己 本身一些消息 叫挨了下来 跌回到90元边 好幸福的事件 另外国寿自己 本身是处于一个 不是很棒的情况 走来走去又走不上去 即是说资金都会看实 这些比较龙头的股份 来做个指标 其他的板块有更好的选择 我当然去了其他板块先 然后先去这些落后板块 看看有没有追落后的消息 或者是国内上证A股 有没有一个叫突破性 再走上去 有的话 就以投资收益来做个标准 带回它们上去 现在暂时都见到 它们都不是太强 只不过见到有个别 是比较英俊 除了二三一八和二六二八之外 我觉得这个板块相对地 可能暂时都有跑输的情况 居到 既然是这样 不如快立起来自然股 因为内地A股不少升停板 包括紫金 都是升幅一城过外 至于其他 光铜也是升停板格局 我们这边又升了一阵 有破位的 包括紫金、光铜等等 个别都回吐了 个别回吐是正常的 如果你看到光西铜 也好 或是紫金也好 在过去这十几天 升了差不多四五成 迎国内的开门红出来 做回吐 我觉得合理 可以休息一下 找一找个机会 再进入到未前 好啊 不用太担心 今天光铜 放完位之后 跌回2% 好 就说了这么多 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看看其他焦点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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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继续节目时间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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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其他蓝筹股的形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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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看看後市還有沒有資金再進去 倒不如是這樣的 看看這兩三天 看看剛才所說的67元的位置 先搜不搜 如果搜不搜 回吐得多些 現在考慮吸納都未遲 這是第一 第二 不是喔 不回吐 反而還有資金 再打進去 我覺得到時你用你的駐馬來控制 真的很想買的話 它破頂跟進去 你的駐馬應該減到大概三分一附近 去做一個短線的操作 破頂駁上去大概85元附近的水平 我覺得你用這樣的策略去做部署會比較好 但是現在以今天為止 我覺得應該是等 好呀 還未是買入的時機 始終之前說這樣急升法 又有戒心 跌到接近一成 繼續 還要看一些穩陣營的朋友 看銀行股約可以嗎 大摩就說 看好匯豐和渣打 多過恆生本地銀行股 看看它的理據是甚麼 相信撥備減少 估值低 而且一些國際性銀行都有望恢復派息 支持到匯豐渣打股價 相信兩家銀行低息環境下會加強控制成本 亦都包括減少旅遊和外地高層的房屋開支 加快數碼化等等 預計匯豐會在2022年節省45億美元的開支以外 額外再減多13億美元開支 同時可能減少風險權重的資產 渣打保持開支增長慢過收入 投資者亦有關注收入的前景 相對來說 大摩認為中銀香港 恆生 東亞 本地銀行的正息差落和淨利息收入都會作一步授押 估計三間銀行今年正息差比上年低4月7、30和22點子 除了中銀有股息支持之外 另外兩間銀行預計都會授押 現在當然等待他們未來的業績期會否有好消息 會否恢復派息等等 今日仍是稍為靠找到星花豪指 當然支持又大落後 你自己又是否敢選擇 匯豐渣打提高的線 如果你是一定要選到銀行股身上 在這個板塊裡面選擇 好像被迫抖你的口氣 因為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要跟進經濟循環傳統股份 這個部分是比較慢的 這一點是大家要留意的 我看好 未來益苗哥的穩定性強了 開始全球的經濟慢慢復甦了 但是復甦都要一些時間 還有你要說銀行業裡面做一個比較大的盈利依歸的話 當然你看看國際銀行匯控渣打 之前跌下來的當然是盈利情況 再加上就是派息的情況面 這兩點如果接下來說派息是有派息 但是那個息大家就不要寄望可以和之前差不多 我相信會減了一部份 如果你現在這個位置 有些腳是慢慢拍下去的時候 股價當然會有一個比較好一點的表現 這是第一 第二 如果開始慢慢經濟復甦的 你去回金融股身上的 去回業務身上的 當然也會有些看頭 但是現在你這個位置去駁上去的話 我想你以中線 三個月至半年應該是十多至二十個巴仙 不等了 我覺得 又是看投資者了 如果我覺得 如果投資者覺得 你是想找一些叫經濟復甦的股份 那銀行股當然可以選擇 我覺得如果你在匯控渣打身上 我覺得渣打行線 匯控擺其次 然後去回本地的銀行股 我覺得如果以剛才的看法的話 我覺得本地銀行股都是放後一點 可能會好一點 因為要香港這邊的經濟復甦 我想時間性可能會比較久一點 即是說你都覺得他們可能會走慢一點 始終受制於大環境 麥快適也未必說之前那麼慷慨 始終要看著一盤數 今天匯豐稍為靠其他 普遍銀行股都回落1至2%或者以下 內銀股又怎樣呢 張小姐想請教你 張小姐你好 你好 宇靡也好 一三九八公行五元入了 想問上網多少 會建議買公行還是建行 麻煩你 如果我建議的話 因為你公行已經入了 我建議的話我可能會選建行 如果再選的話我寧願買照相先 這個是後話 如果你這兩隻來選9398 和1398可能是939 如果現在1398的話 我覺得五元邊那個位置 其實剛剛貼住了 就是一些叫技術阻力區 其實就大概五個二附近 五個二附近 如果突破到這個位的下一層 就會逐步挑戰回五個六 那你就先看著這兩個水平 因為恆生指數 2018年去到33484的時候 工行走到上去六個半附近 但是你現在看到恆生指數三萬一 其實它都幾根指數 現在在三萬一附近 都貼著五個二附近 我假設恆生指數 走多一層上去 那你說工行是不是會貼近 它最高端的水平呢 當然那個經濟情況有點不同 但是我自己覺得你自己暫時目標 推著 看著五個六附近這個位置 可能會比較合理 好啊 兩隻可能一般的 是阿Ken的心水 不過就調了路了 工行現在跌接近百分之二 說真的 油儲行還有招商銀行相對強些 都可以考慮 看到今天內銀股裡面有些納納 招行之前就不斷破頂 現在來說跌回2%左右 油儲行最近有些彈控提號 上人早前先調升目標價 今天都升回六個一毫一 因為它做撥比比較好些 今天升幅五個先左右 上回六個一毫一 還有內銀股裡面大家都鍾情些 四大內銀 李生三元的時候買了一隻中行 那有沒有機會回家鄉呢 三元買 機會一定有 不過是時間要等 你看到幾隻內銀 不約而同已經升了一層上去 貼近一些比較合理的水平 但你看到398相對地 仍然處於一個叫下降軌 那個下降軌就是當年33484 因為中行自己本身 四元樓上一路延伸下來的下降軌 現在下降軌的阻力區 是貼著了大概兩個九附近 它要站得上兩個九附近 才有機會再衝三元樓上 那就是說你有很大程度上 你就要等了 要很有耐性 你說基本上會不會特別很差 相對地在內銀股來說 相對地的走勢比較差 但是你說這個位置你在三元樓附近 我覺得回家鄉的可能性會很高 你不過要有耐性 分分鐘又等到他派息等等 還有要耐心等候你的看圖 始終很穩定地守著下降軌 就不是好事來的 未突破 一直很肯定地守著下降軌 今天跌回還是接近1% 還有其他強勢板塊 最近立組的就是汽車股 黃先生想問給阿迪 240元那時買了 上網280元可以不可以 我覺得現在暫時 它要消化早前的一個比較急的狼 180元升到260、270 很多時候用時間來消化 時間就是在橫行波幅裏面消化 現在你看到橫行波幅在過去這兩個月附近 235附近 至到去大概說280 就是剛剛之前275的頂部位置 走上走下 我覺得如果你在這些水平的時候 我覺得你不妨考慮一個動作 未破頂之前用一個波幅炒作的方法 會比較合理一點點 還有比較容易有盈利 在這個袋裏面 貼近240元邊附近 我覺得你不妨考慮去買入 但是目標價不要太高了 可能是10%比較鬆 因為要消化這樣的升浪 所以我們都要一點時間 現在又說傳聞高領資本又賣跌 但是比亞迪就不宜置評 對消息 都留意著事態發展 好,看看橫行指下 地坑也收窄了 跌了361點 做了30723點 總成交1729億多 多謝CANN分析 待會回來有早市展報 歡迎觀看 今天港股跟著A股先升後回跌 而且又一下都跌了400點開外 本身今早早已經可以去到高位 見過31,183點 A股服事之下 上值高開到1.8% 帶動港股組斷有好表現 再創就超過兩年半高位 但很快 A股部分好像創業板 都有一個急回的情況 中午收市都要跌大約3% 拖累到港股也要掉頭向下 還有強勢的股份 藍籌股份方面 都是有回軟的情況 令指數半日最低的下 見過3068點的邊緣 才找到少少支持 中午收市跌1.1% 跌361點 都是30723點的位置 各類指數要全線向下 成交方面相當活躍 半日已經有1729億多 留意今天又回到北水立 半日正流率方面 大約是98億 港股方面 今天稍微要調整一下 過去幾天 連升多數天 累積1900點的進漲 今天半日回到大約300多點 跟進期指的最新情況 職業方面要跌350點 在30625點的位置 暫時低水還要接近100點 3月份跌超過300點 總成交79000多張 還有港股中午收市情況 幾隻大型科網股當中 早段曾經破頂 包括騰訊和美團 但中午收市來說 只有騰訊勉強靠得穩 升有0.4% 在760元的位置 美團方面要倒跌大約3% 落438.4 美形闊基金跟隨大市走勢跌1.1% 中移動方面升超過3% 阿里巴巴半日跌2% 排6至10位方面 小米都要回2% 在28.9% 中心國際又摘捧升到超過3% 文樂輝健康今天第一日上市 中午貼著高位附近收在76.9毫至 中海油升1% 保理協議能源炒起1.1% 最終收市就在3.12位置 其他主要藍籌股方面 金融股組段都有支持 中午收市勉強升勢有些收窄的情況 包括匯豐 組段曾經升超過1% 中午收市升有0.1% 港交所草段創過新高 中午收市升0.5% 留意友邦 中午跌勢都比較急 要回4% 中營動剛才提過升有3% 後市的方向會怎樣走 我們請教嘉賓 今天有盧俊康在這裡 Chris 你好 Hello 你好 本身打算今天A股伏市 可能會有個紅盆高開 再大動港股 加上北水回流 本身有個不錯的憧憬 但現在看到半天都曾經跌過400點開外 是否有少少獲利回吐 還是之前升得急可能都要調整 其實我們出現後 市貨升得比較少 我們見到昨天曾經上升高位之後 今天開始的時間 亦都要貼重重新高位 但是很快就反轉了下來 並且見到成交方面都不少 另一方面都是留意 今早來說下跌股份都相當多 接平均有1300隻 反映花其實都相當沉重 再加上技術指標方面 我們看到RSI RSI方面其實已經出現了頂 意思就是說都含止反覆向上的時候 其實RSI相反有限 這個是意味著 首先動力就開始減退 這個也是一個警號 我告訴大家聽 短期有機會市貨升高 再加上另一點就是 短線市貨升高 現在去了一個相當於超賣的階段 亦都根據我的經驗 都會在未來的幾天 有機會整體的市況都會是一個編整 所以大家要關注 在這一刻來講 如果入市的風險相對高 參考近日的走勢來講 看到在這一月底 其實恆斯曾經 是跌穿到二十天線 來玩力巴上來的 不排除今次的環境 到二十天線左右 有機會再做一個反彈 現在二十天線就是圖中橙色的那條 大約29,600點的水平 你說是不是多呢 都要一千點 大家要留意一點 緊緊安全 但在這些高位 可能都有一個比較明顯的調整 當然肯定市場要跌 但都有些板塊和個股升都不錯 看看有什麼當炒板塊 今天一定要看看606 就是新股諾輝健康 第二大的新股超舊王 從事一些癌症篩查的測試工作 招股價方面 途中見到只是26.66 見到半日最高是上過80元 較招股價高近兩倍 中午收市來說 都是有1.8倍的升幅 是76.9號半指 其實這一隻和暗盤的走勢 都比較拍得住暗盤的升勢 現在又反映了多少 有貨沒有貨 還追不追好 是不是這些70多元80元 這些位置 就已經是初步一些比較頂的位置 反映超級反映 這麼理想的時間 都意味著很多省會有多次 普遍都是控制了 抽策的心態 所以今天來說 成價方面會相對大 而且股價比較大 因為不少投資者都會 趁周文有這麼大的升幅 才行貨先 所以今天市況會比較波動 暫時來說 仍然是低開高收 反映反 資金仍然是撐住 但要留意 未來一兩天的走勢 因為稍後 跌穿今天低位的時候 高出不少高的位置 就見過80元 以今天的高低位作為參考部署 半天來說 升得好的板塊 還有一些中資電訊股都炒上 包括聯通都煮好籃籌股 看起來都是連升六天 中移動去到三個月高位 中國電訊也是連升三天 有沒有什麼誘因會炒上這些股份 又值不值得作為一個中長線的部署 其實電訊股相對下比較難炒些 即使今天見到跌市中有一個反彈 其實都是傾向一些追求落後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以一個中線的參考來說 其實暫時都不太適合入市主 因為我們看過去一段時間 即使沒有消息 其實這些股份的增幅都不太大 我覺得暫時似乎資金都是 趁著市況比較差的時候 流入這些相對弱勢的股份 稍後當市況轉強後 有機會這些股份都會繼續在低位徘徊 稍稍作為一個避險的需求 來拍攏這些股份 不過未必有一個長遠的升勢 暫時沒有貨就不如佔守住 最新來說 除了三大中資電訊股升得好 鐵塔半天都靠穩度的升到0.8% 在1.1毫升的位置 還有一個板塊 其實這兩天都比較強勢 就是航運對股份 見到波羅的海干散貨指數 已經連升五天 昨日再升261點 升幅達到1.7% 根據航運股中 中遠海控這些4%進漲 太平洋航運升超過8% 知道Chris其實這個板塊當中 都可以尋到波 是呀 見到今天 其實不是一隻航運股升 而是多隻航運股都升上了 而且升幅都不少 反映了資金入入 令到有板塊聯動的情況出現 普遍出現這個板塊聯動之後 其實這個升勢是有望延續下去 今天見到 例如太平洋行為方面 23、23 其實已經破了過去一年的高位 反映了蟹貨方面 是逐步減少了 現在已經是挑戰了 在19年10月的高位 解決能夠破位的時候 不排除進一步向好 而且行為股具有一個 叫經濟復甦的概念 市場方面 也是憧憬今年有機會 整體行為業有機會 是回復了一個比較理想的增長 所以資金是偷步買入股份 既然是這樣 派了禮物要說明策略怎麼做 太平洋航運 如你剛才所說 創了一年以上高位 今早高位見過1.8毫一 策略上可以怎樣做 災箱上有多少空間 我們現在要留意 會不會進一步可以破到 在去年的高位 大概去到1.8左右 如果能夠破到的時候 下一級就會上去 接近2個月左右 所以大家這幾天就要關注 會不會可以在過八做突破 但通常比較明顯的阻力 上去的階段都會有些震盪 可能做回整固 然後再進一步向上 好 半天來說 曾經都突破過過八水平 高位見過1.8毫一 中午收市1.7毫9 看看過八這些關口可否期得穩 口頭補充 1919半天升超過4% 留意中遠海航A股方面 半天升到9.7% 還有一個板塊 這兩天也是做得好 就是資源類股份 尤其是油股 半天來說 386都升到0.2% 不過中海由中石化 早段先升後回軟 你見到就是因為寒冷天氣的問題 美國產量都要大幅減少 油價方面 紐約旗油都差不多一年高位 到61元這些水平 會不會繼續有得向上看好的油價 油股方面又應該怎樣選擇 其實我現在看到 油價方面有機會是已經見到低位 未來的時間應該會逐步升上去 所以相信相關的股份 也有望進一步做好 剛才你提及了 俗石化方面 380元 其實今天在行刺 有這麼大的調整之下 仍然都升到 反映資金 流入股份 意味著後期 有望進一步做好 現在看回比較近的阻力 會上到大概4.5元左右 現在比較接近一點 如果上了4.5元之後 再做一點整顧 能夠進一步有成家配合做突破 後期應該有一個明顯的升浪 暫時來說 中石化油資金追捧之下 暫時靠穩升0.2% 其他有些金屬類的資源股份都做得好 包括紫金 中午見過15元的情況 都是在創一年以上高位 收市升到0.4% 都在13.86元的位置 多謝Chris幫我們的分析 剛才說股份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 多謝你 節目時間先 這裡我們休息一會